如果你是克苏鲁爱好者 这款的配色肯定会让你心动 今日分享 我R2S猛兽侠系列BB44DP 限定版 章鱼 身子 包装方面 长和宽都是20 厚度为10 作为限定版 包装规格确实不同 和系列常规包装对比 确实大了不止一圈 而且这次的外封前方 和主体的关联度很高 前方的长条纸锋向上掀起 就能露出速封 纸锋内侧还印有英文的角色简介 取出内包速封 内容物给的确实丰富 当然 由于是纯粹的重图 模具没有任何改变 所以说明书用的还是BB44救世者的那份 角色卡正面是一个完全展开的造型 很有气势 而背面的说明颇有点科苏鲁的意思 主体方面 虽然这款身子 本质上就是BB44救世者的幻色重图 但实话说 这款重图的颜色确实对路 黑色的身体涂有绿色条纹 增加了神秘感 而紫色的透明苍盖 除了提升质感 还带有一点诡异的味道 眼睛虽小 但在这样的配色下也会显得很凶 头部除了造型刻画 还点缀有三种颜色的条纹 尤其是触手尖端 用了紫色透明零件之后 确实增加了肉感 和原色的BB44救世者对比 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气质 而既然是限定版 不用猜也能知道 用UV灯照射 肯定会有不同的质感 有UV灯反映的材料 基本都坐在了关节处 非常的惹眼 尤其是舱盖部分的透明零件 照射之后效果更好 而如果在暗光环境下照射 透出来的荧光表现 更是非常有深海感 可动方面 这款的触手拥有系列最多的可动关节 卷曲和伸展完全不用担心 而且材料和关节手感 感觉对比原版又有一定提升 配件方面 也同时带有主脑的限定特点 特点部分的配色也和主体统一 也同样是和BB44的手发特点 对比一下看看效果 而既然质感统一 主脑部分也同样拥有UV灯互动 这款应用了UV材质之后 确实是很出效果 有关主脑的折叠收纳 在BB44那期就已经说过 这里就不再重复录制 把主脑装进驾驶舱之后 确实效果会更完整 尤其是这个时候使用UV灯 层次会变得更加丰富 稍微让我遗憾的点 是从侧面照射的效果还不够明显 令我没想到的是 这次连专用的折叠支架 也给了限定配色 这个要限定就限定全套的精神 也是蛮值得肯定 而且也确实 章鱼只有上了支架之后 才能确保所有的触手活动自如 稍微让我遗憾的是 支架部分对于UV灯 确实没有任何效果 由于结构相同 变形流程就不再重复录制一遍 参考BB44那期的视频即可 变成匣子形态之后 正面的颜色分布会变得更规整 而背面的造型不规整 是这款模具的短板 怎么重图也都一样 值得一提的是 不知道是否调整了模具精度 变形的咬合紧实度 会比原模具进步了很多 还是和原模具的匣子形态对比 看一下效果 匣子形态下 被UV灯照射 效果会更加科幻 暗光环境下的效果 甚至好像会发光 至于收纳盒方面 当然也是限定的配色和款式 盒盖上的章鱼图案 看起来也很漂亮 更狠的是 收纳盒上的图案 对UV灯同样有反应 而且感光度相当灵敏 甚至都不需要直接照上去 就能显现 确实是现有模具下 非常有诚意的一款限定 那么将它装入符赠的收纳盒 猛兽侠家族又添一元 总结来说 这款章鱼的配色 确实够得上限定 非常的华丽 而且配件和特点一应俱全 要不要入手 全看你自己的选择 最后视频制作不易 我也需要升级 如果喜欢我的内容 麻烦动动小手 点赞关注 投币转发 最好是一键三连 我这里谢谢各位